黑道的部分 这次到底是乱入个什么劲 白狼事件到底怎么回事 其实白狼事件抢轿 其实这个事件 其实我是有跟朋友在聊过天 他们说其实白狼 就是说其实要去迎妈祖之前 是好像有他们下面的人 是有先打电话到服务处那边 有去透过头 但是不知道是两方面 没有达成共识 所以才会有 演发出这个事情出来 那是不是因为其他的帮派 他们想要趁着这次 妈祖在妈祖落尽 趁一些热度 曝光等等之类 才会结合他们一些在地的人 然后再加上严家 他们选举补选 私利政治的力量慢慢的薄弱了 所以才故意 故意去给他们洗脸 抢轿是需要雄厚资金的 这个应该不是说 抢轿需要雄厚资金 你要设个那个坛 第一你设个那个坛 不用五百万也要三百万 那好那再者 你要花多少的人 这些人请过来 都是三五十个人起跳 这个每个人都是要 都是要支付费用的 那一场下来 青菜也要花五百万 甚至有的那种要做得更气派的 都是用 为什么 为什么他们不会觉得说 很多当地民众自己就会出来了 非得要花钱 请兄弟出来 臭热闹呢 因为这个就是一个知名度的问题 这就是看 像板头越走越大 这就是一个派头的问题 这是一个美化的问题 所以电影看不是说 是不是有来这个床头 还要看中文有漂亮 不漂亮 而且会面重点后来 这个不是人人花钱 去跟服务处那边报备 他都妈祖就会经过 绕境就经过你这边 人家服务处也是会去造会 你这是谁 你是魔咪啊 你是谁 我跟你敢有学生 你敢有改成 他们会去知会 说造会这个人 觉得说你是OK 你真的是 还要审核 你确定是地方 你是地方上的角头 你是地方上的文人 他们才会愿意说 好啊 妈祖给你 要落尽的时候 就会经过你会挣着来 我知道一个神经 就是一个酒店大恩 他姓正 他在台中早期是 他以前在大陆经商 那后来回来台中的时候 他选择开什么 他选择开300店 其实300店 跟酒店不太一样的差别 就是说 他一样是有小姐坐台 可是你去那边喝酒 如果300块一个人头 他可以啤酒无限畅饮 所以这个镇董 那时候他早期开300店的时候 其实一开 他也是没有坐起来 直到有一天 他突然他在睡觉的时候 他睡到一半 他做了一个梦 他梦 他梦境中 他好像看到 好像是神明 但是那个很朦胧 他有一直在看神明 不知道跟他传达什么讯息 可是很朦胧 很迷糊 他也没有办法确定说 这个是什么神 后来他睡醒的时候 他突然干嘛 他想说要去家里附近 看有没有宫或庙 就刚好去家里那边 绕一绕说 刚好家里附近就有一间宫 他就去那边问 那刚好刚好就看到一个人 他就问他 刚好遇到的这个人 他就是公主 然后就大家去楼上二楼看嘛 就是有五间包厢嘛 然后五间包厢都看一看 以后最后一间 就是他们小姐的休息室 他也走进去哦 走进去出来以后 他跟他讲说 跟郑童讲说 就回到大厅 沙发上跟他讲说 你后面睡在一间 我跟你说 楼上够一个东西 你说够什么东西 我跟你说 你就是够一个咪的就对了 我跟你说 你过来你找一天 我跟你说 我现在哪些给你 你去买什么 买清的 几乎的地瓜 买讲完 他就开一些菜单给他 然后跟他讲说 你就是三点 翌日三点 半天三点 准时去拜 要记得哦 拜完了 这些人不要吃 等着开 千万不要吃 他还跟他特别交代 做完以后 隔天 他继续照常营业 晚上六点一开的时候 六点马上就有好几番 直接进来 就从六点 一直生意 一直客满 客满到凌晨一点多 他们是开到三点 可是为什么一点多 就让小姐下班了 因为之前生意都不好 小姐突然经历了 连续几个小时的客满 小姐突然扔到凶晨叮嘴 所以后来那件事情过后 这个正董 接下来就每天生意一直客满 我刚才这间间 我的主持人也是妈祖 所以后来正董 接下来每年过年过节 或者是初一十五 他都会带着他全体的员工 一定去参拜妈祖 而且绕境的时候 妈祖绕境的时候 据说这个正董 他也是有钱出钱 有钱出力 现在他也是台中知名的酒店 也是股东其中之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